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要给您介绍蒲锅鸡的做法 这个鸡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我已经先把它切了炸了 带骨头的鸡 不管你买鸡腿或者是买半只鸡都可以 把它切成一寸的长方块 然后就用一点面粉把它粘了以后 就给它在锅里头用油炸 或者用油煎 那么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完了 现在就开始从这个炒的地方来开始好了 这个炒的时候要炒大蒜跟洋葱 用这个两汤匙的油 把这个切碎的这个大蒜和洋葱 给它炒香 把它炒香 蒲锅鸡是咖喱鸡的 我常常叫它是个变换出来的一个菜 它比咖喱鸡要好吃 因为它经过一个烤 好 这里是洋葱 搭蒜跟洋葱给它炒香了之后呢 放咖喱粉 那么放了咖喱粉之后 你这个炒的这个火不能太大 太大了会容易焦掉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酒和这个高汤下锅 刚才我讲这个鸡要炸 但是炸之前呢 要用一点盐跟酒把它拌一拌 然后呢才蘸的面粉呢 是炸的 那么这里呢就把这个鸡块 和这个炸过的洋葱块一起下锅来烧 一起下锅来盖起来来烧 那么另外呢这个蒲锅鸡要一个这个糊 然后呢放在上面呢来烤 这个糊的做法呢 它是用这个油来炒面粉 这个跟西餐做这个浓汤是一样的 好 这里呢是油 那么这个油呢 我们今天用它是三汤匙 这里呢是面粉 两汤匙拌也就够了 那么把它好好的炒炒香 这样子给它炒香了 炒香了之后呢 就要 就需要这个烧这个咖喱鸡的 这个鸡的这个汤 那么这个鸡呢要差不多烧20分钟 鸡够烂了 刚才呢我把马铃薯炸过的一起放进去 那么有的时候呢是马铃薯稍微晚一点放 不过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鸡呢也都很嫩 所以呢一开始一起放下去也没有关系 那么等到这边已经烧了20分钟之后 就把这个汤 就把这边的这个烧好的 烧了20分钟之后 这个三杯水呢就剩四杯的汤呢就剩下三杯了 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它倒到这边来 啊这边来 这样子调好 那么这个鸡呢先不要下来 啊 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别忘了要加盐 还有要加糖 还要加牛奶 好加三汤子的牛奶 另外最重要的做扑锅鸡呢需要这个椰浆 现在椰浆呢我们这种椰浆现在进口的很多 要加椰浆才有那个清香的味道 同时呢这个椰浆呢还有能够这个清火 同时呢也能够这个开胃啊 所以我们就放椰浆这个椰浆放下去以后呢非常的香 它才能够变成真正的这个扑锅鸡的这个香味 那么这个椰浆差不多要放三汤匙跟牛奶奶水的这个量是一样的 这样子就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烧好的这个鸡块呢就倒下来 在倒之前呢你要记得要把它先拿出一点来 拿出一点来 这个拿出一点来的目的是等一下要给它倒在上面 好了这样子以后呢就把这个烧好的这个鸡跟羊玉呢就下锅了啊 下锅了那个时候这个汤已经没有了 就完全烧的刚好都倒来做这个糊了 好了这样子拌好了就把它放在一个烤盘里 那么最好呢要用这个烤箱呢把它烤过 这样子呢才会有香味 好这个就是蒲过鸡正红的这个蒲过鸡的做法 吃起来呢有一股特别的咖喱的香味和这个叶浆的香味 上面呢就把这一先给它这个盛出来的这个半杯呢就给它淋在上头 然后呢就放到烤箱里头 那么放到烤箱里烤的时候请你记得用的是上火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熟了 你放一个托盘 托盘里头放水 然后把它放在里头 放进烤箱里头去 上面的火要大 那么烤到什么程度呢 就要烤到这个样子上面呢焦焦的黄黄的了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这个时间呢很难说用最热的高温烤个20多分钟 你可以打开来看看上面黄的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这个就是今天给你介绍的蒲过鸡的做法 好 我们明天再会